人们常用花季雨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十六七岁的年华 但这个年纪的孩子也容易有些小叛逆 来自江西吉安的郭女士就被十六岁的儿子给伤了心 郭女士的描述让我们感觉到孩子已经不仅仅是叛逆这么简单了 郭女士说儿子不但对自己这样在外也同样容易冲动形式 孩子小小的年纪为何会有如此粗暴言行 郭女士将矛头指向了丈夫 儿子的问题完全是丈夫造成 对于妻子的指责傅先生非常气愤 因为妻子的责怪就选择离婚 显然傅先生如此气愤背后还另有原因 在接下来的调解中他提出要连线儿子来证明一些事情 儿子是和我交流很好 现在是这样 你不相信现在可以给电话联系 电话交费的 原本想让儿子来说明一些问题 但是电话接通后傅先生却紧张地拿着电话离开了调解席近一个小时 你们这个电话将近一个小时 他知道你是个卵子 你就是个卵子 这同让傅先生如此紧张的电话 为什么会令调解员胡建云发出这样的感慨 孩子出现这样的状况 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原因 调解即将开始 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坟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郭女士 一位是傅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老婆一直就是儿子上的问题骗我吧 骗了我儿子现在走到犯法得到了吧 你们孩子多大 我孩子16岁 他就不读书 你认为跟爸爸这个行为有关的 有 那傅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绝对不赞成这样 因为我是尽力而为的 不得不出子 那个部分人自己会害自己的儿子 儿子现在的状态是确实不太好 不太好 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跟他别人学坏了 外部环境的影响 对对对对 不是家庭教育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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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有什么接受 我今天说出的是这样 最好呢 那个儿子不听话 不要导致我们两个人家暴 要共同地去沟通他 他是有一种 你是要判斥的 他刚才说 就是他觉得儿子现在之所以会这样 跟你有很大关系 你能接受这一点吗 嗯 我不能接受 对于妻子的指责 傅先生底气十足的予以了否认 其实孩子出现问题 父母都有责任 那么场上的郭女士凭借什么理由 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丈夫呢 郭女士说 其实儿子以前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但是在读初中后 开始表现出了厌学的情绪 为此他们想办法将儿子送到了另一个城市读书 丈夫留在儿子身边陪读 而自己则去了外地雇工 可是就在他离开后没多久 儿子就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变化 2015年 我小孩就遇到几个坏的孩子不想读书 我就想换一个方式来 他就在节安里不领事吧 换一个新环境 那换了新环境 我儿子就这样说 妈妈你去打根 我跟爸爸在节安 儿子自己做出了安排 让你出去打工 让爸爸留下来照顾他 对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选择 就是他就不会管他 你的意思是 儿子看中的是爸爸可以放纵他 对 我就是一万个不放心 我老公管他 9月1号开学吧 10月4号我从港岛回来了吧 我就看到我儿子戴耳盘嘛 领了那个头发吧 我就问我儿子 我说你有没有得手啊 他说管你贴士 我就问我老公 在学校老师来说 不会就是这种小孩吧 是不是啊 如果要带耳盘 冷头的话 就是在外面玩的小孩吧 我老公怎么说呢 现在带耳盘 要不了多少块钱 他这样子信我 那就是说从9月份 到10月4号 就这么一个月的时间 就有一点电话了 不是这个意思 当他告诉你说 他要染头发 他要穿耳洞的时候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他提前考 不知道 他回来才知道 个人不了 他是拿学的 新学校里面有个最坏的学生 把他带出去的 没法 无法赖活他 我觉得他要告诉我啊 我们儿子是两个共同来的嘛 你不知道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吗 他没有跟我说啊 染头发 打耳洞 傅先生对儿子的这些行为 知情不报 让郭女士对丈夫已经很有意见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还对他隐瞒了 更为恶劣的情况 12月份我妈妈去世 我晚上就到了家嘛 他两父子也回来嘛 我儿子 他说妈妈 我16 17 18 这三天 要回到检案考试 我是可以 饭都没吃完 他就说 妈妈我要去 他就这样子骂他嘛 你是不是怕妈妈 我就看到他们两个人说话不一样了 就肯定有一点什么变化 满足了我 我也没有跟我老公说 也没有跟我儿子说 我就偷偷地下了检案去看他 我儿子到底16 17 有没有考试 我就一车就坐到检案 中学门口啊 看到我老公 开了个摩托车 三四点钟 还在那里游来游去啊 我说儿子有没有考试啊 他就这样说 他不来 没有去考试 他不肯去 我后来我就打电话 儿子的班主任 他说你儿子没有读书啊 在我学校一个学期四个月吧 只读了一个月 你哪个买了个摩托车给他 再加上标的标是很危险的 买了摩托车他上学吧 坏他嘛 给那个小车 脏脑车 摩托车骑到那个小车 你上去了 我的儿子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也闻着我 没有告诉我啊 后来这三个月 我儿子就天天在网吧 KTV 是老师告诉你 你才知道 老师告诉 实话给我听 我是邓叔打了他 我说为什么 我儿子变成这样子 你认为傅先生 这样隐瞒你的行为是 就是毁了儿子吗 放生了吗 如果是一个好爸爸的话 我儿子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我是和老师商量的 他说我儿子在学校不听话 不做作业 上货去睡觉 他老师说 放着他请一个月假 如果是他想回来读书 老师还会接受他吗 不读书是我和老师商量过来 没法管教 他还说 老师你要小心一点 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没告诉他 还在跟儿子一起瞒着他 他说你告诉他 我把你全部干掉 我要从他老家跳下去 还是这样威胁 出车祸都没告诉他吗 他说不想跟他说 就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愿意让你告诉他吗 不愿意 明知就不要提他的 他就是儿子 教他 母爱祝福 不要颠误我 然后母老夫说 他给我说过 以前给我说过 对他有心仇大恨 傅先生之所以隐瞒这些情况 是害怕告诉妻子后 事情反而会变得更糟糕 那么如此关心和紧张 儿子的郭女士 为什么会招来儿子的反感和仇恨呢 为什么儿子会说 他对你有深仇大恨 有深仇大恨 他我儿子做坏事 我就会骂他 会讲道理给他 会管他 会管他 你什么事做的 什么事不要做 去托人家的抢人家的 会犯法 他刚才说儿子威胁 如果告诉的话 就怎样怎样怎样 爸爸可以教训他吗 你不要来宠他吗 你觉得你的丈夫 傅先生有没有这个能量 可以压制住这种状态的儿子 他就没能力 有能力 他不会压他 所以你觉得是爸爸的这个行为 影响了到儿子 影响了 我儿子出一门 就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他的教育方式 在郭女士看来 儿子撒谎辍学 发展到后来混迹街头 常常离家不回 甚至还因为极端的行为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这一切都是因为 丈夫的纵容所致 所以他恨丈夫 毁了儿子的前途 破坏了他和儿子的母子关系 面对妻子的这种怨恨 傅先生说 儿子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是妻子的暴力教育所造成的 我说做了一千遍 叫他检查一下自己 为什么儿子不给你交流 他不会行的这样错误 家暴 就是上六年节 一起变一帮小孩子去 去偷人家的摩托车 他去放风嘛 那回到家里 我是真的是打了他 他回来 他就看到他就用棍子 打了他脚就清的嘛 他说给我说过了 留下他妈妈深仇大恨 你觉得是不应该这样 顺道来教他 你这样用暴力的行为 他更加恨你 我去做坏了 他就做好了 你放一串 他就走到一尺来了吧 对吧 我们一放松 他就给别人在外面 偷也好 抢也好 我们不管别人管 我自己打 林家打的时候 不知道是哪里 打的打不得 我们做爸爸妈妈的 打死他不听话 我心甘情愿 你一个做父亲的 为什么你身上小孩 不管教 我做妈妈的要管教 你为什么要违反我的方法 我的自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不可奈何了 像这样的人 他会觉得你这是在放纵他 你觉得 不是什么放纵 我说实在没办法 先回家就好 明年我跟我一起 出去外面做事 他要我带我他去 傅先生 嗯 你说 儿子现在这种状况 导致你们夫妻两人之间 是什么状态 暴力啊 儿子一不回来 把我出去嘛 把凳子什么东西打 两次差点眼睛大下了 小孩高中也没有读到 是不是 现在也回来 也不听话 我是烦 我就一开口 我是会打他 骂他 你的意思需要他怎么做呢 不要去宠他 哦 强硬一点 对 他硬 我们比他更硬 他弱 我们比他更暖 在父亲的时候 现在这种生活状态 让他也很 很难接受 我觉得过不下去了 嗯 是啊 他过不下去 他就看一下 他有什么想法 可以 今天可以说吧 他说我要 离分二十万万 我现在拿到二十万 我现在就签字 我受不了这种压力 实在我不是这样对儿子的意思吧 儿子是和我交流很好 现在也是这样 你不相信现在可以 给电话联系 他会接我电话 他打电话 不要说他名字 说他名字 我的电话也挂掉 这个怎么要分析 傅先生的这番话 是想告诉大家 儿子的仇视 只是针对妈妈 和他的沟通 则没什么问题 对此 傅先生很想让儿子 亲自来证明这一点 儿子对父母的态度 真的是像傅先生 所说的那样吗 考虑到儿子的感受 主持人张婷 在电话连线之前 让傅先生和儿子 沟通一下 没想到 电话接通后 儿子的几句话 竟让傅先生 高度紧张起来 IR eloquence 我让你玩 我让你玩 我让你打个 警牌转移的结果 你知道吗 你让你 帮你挖 挖几句事 坚持你的意见 他说我没有 我已经要洪水了 好 你打赏 你又中和 到那儿贪神给你去 mentioning 这样 你要痛吧 你知道吗 她说 不用管 我板交出去 你把他交出去 我没饿啊 我不懂 我没法通过 te 听到儿子情绪开始激动 傅先生非常紧张 他拿着电话离开了调解席 儿子在电话里似乎在威胁傅先生 具体说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位父亲 一直在不停地让对方提条件 这个电话一打就是近一个小时 而且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 进此情况 廖阿姨来到了场外 现在是你们父亲两次的问题 你先把两夫妻问题解决掉 孩子的问题你们做下来商量 比如说孩子不想打电话 是问你要四百块钱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要四百块钱他来南昌是吧 他不来南昌 他不来南昌只要四百块钱 赶紧说发了工资给他是吧 现在你答应了给他 那给不给你也要进去老婆商量去 你首先要解决你两夫妻的问题 在对方提出四百元钱的要求后 这通电话终于结束了 傅先生重新回到了场上 郭女士似乎已经预料到了 这通电话的内容和结果 而这正是他所担心和不能接受的 现在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爸爸 又会像以前那样宠他 要什么意义他 你的意思是 爸爸还会那样顺着他的话 满足他的无理要求的话 就还会回到从前 对还会回到从前 我来管他 他就是反我 他不管 如果你们俩闹着离婚 闹着孩子 孩子也会放弃吧 我现在我不会放弃孩子 我现在能不能够疼我老公 会不会改革自信 重新再来 我现在是无可奈何了 叫我胆住了死 他这样说 但是我就先跟你说一点 你说 如果你儿子真的是你想象的 或者担心那个样子的话 他不会跟你打这么久的电话 他真的要去干嘛的话 他马上把电话挂了 他为什么要跟你聊这么久 跟你聊这么久就是 他知道你是个软世子 你就是个软世子 很好捏的 你太容易被利用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对吧 不能说你全部做错了 但是我就光想这个接电话 你看你们 你们这个电话 将近一个小时在这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心里面一团将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孩子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 我该怎么样 你一点张法都没有 你可能 还是太普世了 其实我刚才也在想 我说你这个儿子 小时六年都不错 因为妈妈在身边 对 其实那个时候 妈妈的教育 已经出现了简单粗暴的 对 但是他在挡 在镇 后来你打工去了 老爸在身边 他马上就 开始找办法 第二 他知道利用老爸 牵制老妈 他分得清楚 他对你们两个人太了解 然后他发现 老爸是一个放大镜 就是一点点威胁 在老爸这里会变成 一场噩梦 打乱你们两个部署 只要在自己的办法 这里按一下 全家就乱了 他就趁乱 他就就 就有点内容 他这个动机 可能不一定很好 但是你会看到 他有这个理解能力 注意啊 我这里开始 已经在给两位几件 凡事都要看两面 特别是对孩子 不要觉得他是坏孩子 所以他有这个能力 也是坏 第三 比较耐打罵 你们两个打罵太多了 关键在哪里 关键是不能打到孩子的自尊心 怎么让孩子 在有保持自尊心的前提下 来接受你们的惩罚 这个限是不能鼓的 自尊心 对孩子的教育 千万要求 他没面子了 他也就不给你面子了 接着他给 他连自己的面子他都不要 那就完了 我这样让你们看呢 是希望你们注意到 将来你们跟孩子交流的时候 不要一棍子打死地讲话 不要伤他自尊心地讲话 现在他能够在电话里面 跟你讲这么久 我理解的是 一方面 他真的是捏到了你这个软十字 另外一方面 你的孩子还有一点点希望 父先生的表现 让胡建云看到了这位父亲的软弱 今天这对夫妻来到这里 都想证明是对方造成了儿子的现状 那么孩子的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 观察员张恒 首先从法律的角度 给夫妻俩做了一些提醒 不满18岁 在人们印象中 刑事责任好像会 可能会减轻 而刑事责任的年龄 是16周岁 不满14周岁的人 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也就是不用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去接受刑事上的处罚 但是14到16周岁的人 要对故意伤害 自然死亡 故意杀人 抢劫 强奸等等类似案件 几个明确规定的案件 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只要年满16周岁 要对刑法规定的 全部的犯罪行为 只要他触碰了其中之一 就要开始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刑事责任的年龄 要比民事责任的年龄 要低两岁 你们的孩子 已经跨过了16周岁的门槛 已经要对自己 如果要去触碰的刑法 承担全部责任 他不能够再以社会 以父母 以家庭为借口 继续往深渊里面划 包括他对你们的这些恐吓 对自己亲属的这些恐吓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们也可以依法 通过法律途径 来对他做一些惩戒和教育 如果你们自己办不到的话 比如说派出所 比如说相应的部门 需要对他做一些法律上的教育和警示 如果他给别人带来伤害 或者说造成了什么损失 由于他还是未成年人 不满18周岁 作为父母的常常二位 还是要承担起 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包括赔偿责任 所以二位 在你的孩子没有成年之前 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不能因为孩子 对你们现在的态度怎么样 说了什么话 就放弃他 这是为人父母 在法律上要应尽的责任 在你们家是 盐母慈父 但是 盐的不是地方 慈的更不是地方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盐母 您认为所谓的盐母 就应该是 该出手时就出手 但是不是说不该的 比方说我会认为 如果说他真的是 素业未归 而且在外面跟 跟坏了伴 跟着不良的朋友 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换我 我也会打 会 因为我觉得 在这种关键的问题上 我们要有自己的态度 可是为什么孩子 会觉得 您的这个盐 是他所受不了的 是他所厌倦的 我相信 如果说孩子 仅仅是因为 就是 在外面做了不好的事 被您打一顿 他不应该对您 记仇致辞 那么您的盐 是不是每一次 都用对了地方 或者说 都用得恰到好处 那么作为这个词 我们说的是个 所谓的词妇 如果说您的妻子 是比较焦虑 比较严苛的话 那么您的状态是 纵容 或者说 这个纵容 是您人生态度的 另一个表现 因为 我在厂上会觉得 您是有一些逃避倾向的 对很多问题 都有逃避倾向 您在厂上 说过一句话 如果国女士 愿意给您20万 您早就跟她离婚了 谁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然后您现在也说了 那我现在只能 顾自己了 我管不了她了 您所谓的这个词妇的词里面 包含着什么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 包含着您的懦弱 包含着您不敢跟孩子 发生任何的正面冲突 包含着您想稀释您人 包含着您就是不愿意去 给自己惹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不是指现在 而是指以往 您也是这样的 当您的孩子 没有恶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您也说 你不要来麻烦我 反正只要我们大家 能够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这是您一直以来 所秉承的生活态度 所以看过去 您是一个词妇 可是我不得不用 另一个词来替代这个说法 那是您的不作为 所以这不是真正的词 言没有言对方法 词没有词到点上 李老师指出了夫妻二人 在教育上都有偏差 观察员吴韵老师觉得 若要论责任 夫妻二人的表现 都让人感到遗憾 郭女士 你在指责丈夫 她没有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没有教育好孩子 是她的失职 傅先生则认为 孩子之所以不成器 是因为她受到了 外部环境的影响 是被狐朋狗友所 引诱导致 你们俩都在推卸责任 却恰恰缺少了 对自身教育不足 能力欠缺的认识 您看啊 郭女士 您是简单粗暴 亲手毁掉了 和自己儿子之间的 良好的亲子关系和互动 而傅先生 你是一味的宠溺 纵容无度 导致孩子可以不计后果 任意妄为 你知道在这样的教育过程当中 你们俩的教育理念 是完全走向了两个极端 孩子他是没有那样的心智 去筛选其中有意义的 有用的 他恰恰在钻空子 他是选择性的去 从你们给予的这种 不当的教育当中 选择对他有利的 你们在对孩子教育过程当中 缺乏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对孩子的 道德品质的教育 品德的教育太重要了 我们说能力的不足 远远是不能够去 弥补道德趋势的 而道德品质的建树 它是可以弥补能力不足的 你们真的在教育当中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郭女士 傅先生 两位好 有一句话叫做 任何家庭教育 出现问题的源头 都在于夫妻矛盾 在孩子出现问题之前 你们的夫妻关系怎么样 是我妈妈逼我嫁他 我本来我不可以嫁给他 傅先生 您娶了他以后 您幸福吗 一直不幸福 那么处于这样一种 不太幸福的状态下 你们双方有哪一位说 我们来调整一下 我做个努力 不听我 您因为刚开始在描述 儿子的教育的事情也好 现在描述你们夫妻关系也好 你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听我的话 对 是吧 你说的话就是对的 女方认为自己说的话 就是真理 而男方认为 你是错的 但是什么是对的 他也不知道 对他不知道 这样就造成了 在孩子的心目当中 从小开始 就没有了是非观念 自己应该向哪方面发展 他也就没有了方向 对啊 你这么说 对啊 嗯啊 你不觉得这里面 你有问题吗 你认为棍棒底下可以出孝子 但是却发现棍棒底下出劣子 对孩子的教育过程 不是说不需要惩罚 只是说惩罚要有度 一个孩子最开出的心态是 他害怕 他恐惧 因为他自己做错了 如果此时此刻 严肃地指出 今天你犯了错误 你会得到一个惩罚 这个惩罚的目的 是希望你今后要记住 将来如果是不去改变自己的话 你受到的惩罚可能会更多 所以呢 他就会知道 下次不能再犯错误 要解决孩子的问题 首先解决你们夫妻相处之道 一致性的观念 现在有一个机会来了 刚才已经暴露的 傅先生答应给儿子四百块钱 对吧 我们从这里走文章 再加上别的 不管怎么讲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进历史 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 分析了这个家庭的教育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 当下夫妻二人 首先要统一观念 才有可能解决孩子的问题 调节员胡建宇觉得 儿子在电话中提的要求 实际上就可以成为 夫妻二人统一的契机 那么具体怎么配合 观察员吴韵和刘峰两位老师 接下来与夫妻二人 开始探讨交流 你的丈夫在电话我说 要给他四百块钱 你尽管反对 认为用钱去堵住孩子的嘴 用钱去讨好孩子是不恰当的 但是他已经说了 所以请你静下心来 学会把教育形成一个统一 并且呢 这四百块钱由你来给 甚至你可以陪他去买衣服 如果他不需要他抗拒 你就交给他 信任他 让他去支配 我不赞同你 丈夫说 无原则 无底线的去满足孩子 但是我也非常不认为你 一味的打压 苛责 甚至是暴力 你要改变一下 去发现他的优点 并且放大 孩子一定是希望被赞赏 被鼓励的 作为母亲 我们不可能去放弃 家里面没有温暖 没有你们父母之间的这种 比如说彼此的夫妻恩爱 所带来的和谐美好的家庭氛围 他待不住 我们看到 郭女士对此前老师们的分析是非常认同的 她也很乐意去改变自己 然而厂上的傅先生 此时还在揪着妻子的错误无法 要慢慢地给他做 你给他搞野蛮的 他比你还顶着 你现在搞的什么东西 在家暴什么东西都搞到我身上 母亲的家庭暴力 这个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现在问题是 这已经成为历史 你没办法去改变历史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台上老师的话 你可能没有太听明白 刚刚胡老师说 你的儿子现在在对待你的这个问题上 他现在是把你当软柿子 这个事情你怎么来看待 这个我也想过了 要看什么情况下 对待你孩子的教育上 我们的建议是 你首先是改变自己 对这个孩子 你首先不用怕 你希望他往哪条道上走 你心里得有数 急于分清责任的傅先生 到此刻还没有认真地 证实自己的问题 如果傅先生 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 与孩子相处 这会让人非常担心 你的问题不解决 孩子的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你带他到福建去打工 不出半年就会出新的问题 所以你得想清楚 你该怎么去应对 儿子今后 如果再提不合理的要求 出现新的状况时 父亲该如何应对 刘峰老师就这一点 和傅先生着重进行了交流 提起点建议 第一呢 这个孩子 他依然在追求安全感 经济上的有安全 就是他身上有钱花 对吧 第二 他也害怕受到攻击 但是呢 如果说感觉心情愉快 心情舒畅的话 跟他提好的建议 跟他去规划他未来的人生 他是不拒绝的 对啊 然后呢 如何去防范 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因素 再去伤害到他 对于刘峰老师的建议 傅先生正在学会慢慢的接纳 夫妻二人从密室出来后 能否彻底放下 关于谁对谁错 谁害了孩子这样的争执 在儿子的问题上 他们最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找到努力的方向吗 在密室里商量的 关于孩子的问题 你们达成一致意见了吗 有 我曾经以后 我会改变我自己的暴力 我会好好的 爱我的丈夫和孩子 对不起 我曾经以后 我再也不敢 对你们家的暴力 我好好的会爱我孩子 好 非常感谢 我宁可这样 我也是一样的 当时的时候 也是听小孩的过错 人们是一时上台的到 我以后也会减少这种原则 今后你也要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 他欺骗是因为 他怕事情变得更大 很担心 你跟孩子有冲突 冲突更大 不是他骗你 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不是欺骗 是他没办法 那面对这个问题 你们两次记住一个建议 看看行不行 叫配合 优先于一致 就是按理来讲 你们两次要保持一致 是最好的 但在你们家目前的情况上 来讲的话 先做到两个人相互配合 两个人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感觉以后我会感觉 会好好地对我爱情关心 先跟他增进感情 对 再用感情去引导他 对 好 我会跟他交流 互相配合 是吧 希望你们父母给他展现出一个 愿意接纳他 爱他的 形象 好吗 当然你们两个人 首先要好好的 傅先生 带着你的妻子一起回家 等儿子吧 感谢傅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在对孩子的教育中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这是很多父母都采用过的方法 然而 这样的方式 如果把握不好 极有可能 让孩子对是非和规则 模糊不清 产生趋利避害的心理 对于郭女士和傅先生来说 认识错误 比分清责任要重要得多 我们相信 当他们着手改变时 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 因为16岁的孩子 他的将来 一切皆有可能 会订阅的孩子 是什么事情 是什么事情 是什么事 嗯 是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